我們要熄燈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手上拿一塊抹布 去把它轉開 這時候就可以聽到泄壓的聲音 壓力就會慢慢的降下來 這時候熄燈就完成了 Hi 大家好 我是阿凱 今天來為大家示範怎麼熄燈 有看過我視頻的朋友 一定都會知道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洗燈不要去轉這個法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用來關油 它是個通針法 是用來做一個清理的動作 那我們煤燈要怎麼熄火呢 很簡單 把這個打氣泡布轉開就可以了 也許會有朋友會問 欸不對啊 我上一盞燈小紅帽還是北極星 就不是這樣子熄燈 為什麼你會這樣子熄燈 很簡單 燃料不同 那北極星或是小紅帽這種去之油的燈 它通常會有兩個法 這一個是通針法 這一個是紫油法 那在熄燈的時候 它也不是叫你關通針 它也不是叫你關通針 它是叫你把油給關起來 紫油法給關起來 那因為煤燈它其實特性的關係 它其實設計上根本就沒有紫油法這個東西 就是把它洩壓 讓它油降下來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小紅帽要有紫油法呢 很簡單啊 如果你今天是把這個油壺打開 洩壓 去之油噴出來 那大家都知道 去之油是一個高揮發性 高液燃的一個 的油品 那這時候旁邊這邊又有 或是玻璃是非常的高溫 你一轉開 去之油噴出來 這基本上很快就會發生一個 散燈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動作 所以去之油的燈 或者是一些高揮發性燃料的一個燈 通常都會有一個紫油法 所以它的熄燈的動作 就是請你先把紫油法給關閉 讓它裡面的油揮發完了 或是塞完了 自然它就會熄火 那等到整個燈冷卻了 你如果要把油倒出來 再把它轉開 油就可以倒出來 好 千萬不要在這個部件 它還是熱的狀況去打開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一個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煤油燈 那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這個是通針法 它不是一個紫油法 那我們要熄燈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手上拿一塊抹布 去把它轉開 這時候就可以聽到泄壓的聲音 壓力就會慢慢的降下來 這時候洗燈就完成了 那什麼時候要把它鎖回去呢 我建議是隔天早上 露營結束了晚上不需要急著把它鎖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晚上啊 通常天氣都比較涼嘛 半夜了嘛 那你再把它鎖上來的話 它又形成一個密閉的空間 那這時候啊 隔天早上你起床的時候啊 六七點七八點或是夏天 甚至五點的時候太陽就很大 太陽一照 油壺就會受到太陽的熱啊 所以它裡面的空氣又會膨脹 這就相當於你又給Pump打壓力進去啊 那自然而然啊 油就會從油管這邊就會流出來 所以如果你先把它鎖緊的話 隔天早上你就會發現 欸怎麼桌上有一堆油啊 這個就是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把它鎖起來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 歇壓完就可以去睡覺了 就不要管那麼多了 隔天早上就要等著整個燈都冷卻的時候 就把它打開 油再倒出來 然後就把它燈收起來了 這個通真法 從頭到尾都不要去動它 那關於通真法 什麼時候才要使用呢 我在另外一部影片有講解到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看另外一部影片 好的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我告訴你 你會不會的